來,快點,快點 把人用手機為交通,以用神父動車 展現出人,就是人性的一種溫暖 來,等你,來,等你 上天還在那裡,你應該競得感恩去做 好,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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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莎這個競小的老婆 人家大家都有辦法聽 謝謝,謝謝,感謝 我自己做的 鞠子的鞠子 把鞠子拿回去蓋 蓋成這樣 哎呀 哎呀 能過了 來 鞠田後面來 後面過來 哈囉 鞠田來 我以為這樣都不發艱苦什麼 漏漁天也是穿蠔花在用 在騎班 他是蠻盡責的 因為通常他在倒戶這方面 就是每一天能夠到這邊來巡視或到勤這樣子 當然是很好 不然我們不會說 變成說一直說擔任這個職務會到現在 因為我們平常還是會有異動 很好 我說有什麼做 人家都做個大夫的要用手去董車 我沒有手是要怎樣去做 然後他告訴我 你就去做一款 反正你有什麼做 人家有手他壓機了 我剛好在做那裡是沒有手 沒有壓機了 用幸福去董車 然後他就說 好啊 不然他一直在家裡找他 他也在陷阱 陷阱我整天在家裡等四 然後 真兩國的真正也很怕辭 怕辭說 用功去董車 做豆腐 自己心理上就是那個空氣 然後他就拿走就拿習慣了 他就一直做做更新的 你不是站那邊啦 同學 你要站過去一點啦 再過去再過去 對對對 教學生從那邊上去 再回來一點啦 對對對 本來有手有手 現在變沒手了 所以上天又給你老了 你要勤勤去做 就是有種很溫馨的感覺 因為就是現在 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志工已經很少見了 然後就是還有這樣的人的話 就是展現出人 就是人性的一種溫暖 就讓我們覺得說很溫暖 而且就是做志工的話 要有熱誠 然後又要不顧危險 因為畢竟車流很多 所以就是讓我們覺得說很溫暖 然後就隨時都有人在保護 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樣 在旁邊保護你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來 過來 來 過來 來 過來 喝了 喝了 我來找你啊 你脖子還是要很溫暖 你放下 你來找人嗎 你給別人想燃 你不可能要不然 就是要騙你 你跳表 你不應該要照樣 你應該要想照樣 哈哈哈哈 這是我們家裡的 我們夜間部的同學 哈哈 媽媽沒有幹嘛專程來找妳啊 妳收成這麼多 對啊就菜菜這麼多 妳就知道把我一家去啊 像說沒去 這就是我 湯湯的工具 就來申辦法家 我沒湯湯 不然她做不去 妳啊 對啊 剛才我記過的車的時候 我就告訴她 去年青春節 我要送去一項禮物 我沒有說要送什麼東西 但是我一直想到 就跟她念念說我要送妳一項禮物 剛才二十四一天 去北港做 我去把那個電廠 跟海關拆來 想不到說 我白去之後 真的想不到 我白去 我把安全帶拆下來 然後就知道我自己說 把安全帶拆下來 然後我知道我要拆開關 然後過 我就一片空白了 我爭上去的時候 看到我兩支手 相信所有人都一樣 有手 變成兩支手 整個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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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 很爽 當時我真的沒人 想說 我怎麼會變這樣 這塊工具 如果她拿到 還有那個巴 很明顯 這就要放起來看 這個傷口 就是 她十二年前 二月十四號 要送給我的禮物 這是我一輩子 說實在的 有時候是真的是 承受不起 其實情人節一天 實在是一生痛 她很痛 我也很痛 真的很痛 那種痛 我跟妳講 我實在是 因為我嫁給她 她有相手 是很壯的人 而且有雙手 有一個肩膀 可以讓我依靠 她其實她也很消沉 消沉了 大概兩年 我在想 你這樣子也不行 所以我去游泳池上班 我也不在家裡做了 我本來是做衣服的 我做什麼 我做彩虹的 我先是出事情了 我整個都收起來 我不要在家裡 我一定要走出去 一定要把她帶出去 我要帶她出去之前 我自己要先走出去 李大哥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 就是說 我們人的一個價值 不要去想到說 我們失去什麼 我們現在還擁有什麼 可以發揮他的一個 我們所謂當人的一個價值 我們經常告訴孩子說 當有人替我們服務的時候 我們要抱著一個感謝的心 那也是一個活生生的 一個生命教育的一個教材 所以我們在校內 經常看到他的生靈 我們也會邀請他到班上來做 我們所謂的一系列的一個 生命教育的一個課程 兩隻手要跟你說 兩隻手要拆掉 你會怎樣 哭 哭了 我太太跟我在家戶病房裡面 兩個抱著哭 而我三個孩子 在玻璃的外面 三個孩子也抱著一起哭 對我來講 兩個月的醫院那天 可能我最痛苦 因為看到三個孩子 那時候才國小六年級 三個孩子抱著一起哭 那時候我太 妹妹特別安排我去嘉義 聽謝昆山演講 演講完之後呢 去跟她吃飯 跟她吃飯的時候 她看我的水頭上去的 她跟我講的 也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 她跟我講 她的兩隻手 上天給她用了十六年 而我的兩隻手上天給我用了四十一年 你還有什麼不滿足 我還有什麼不如意的 我都能走過來 相信你們比我更勇敢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 大家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跟她拍照 好 所以說我現在很快樂 對 她說她不好在那裡 我說好不好 好不好 這樣 就找她 走起來 自己玩了 就是 以前都會看到板板 然後 就是站在那裡 然後就會當車子 什麼 就會覺得很勇敢 對我來說 什麼事情 我都很感恩 對 最感恩的就是我的太太 這幾年 十幾年 通年來 這樣一直加鼓勵 如果她加鼓勵 說起來 是她 我最大的住宿 還是我太太 真的很感謝她 別在我身邊 照顧我 然後又負擔起 這個成家的重任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她 臉色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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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